欢迎大家收看食得开心 相信会饮食食的朋友一定会试过沙窩粥 其实沙窩粥是来自广东的潮汕区 而且潮州人是相当重视食粥 一来粥方面好像很简单很快地煮到 二来虽然很简单很快就会煮到 但要煮得好吃也是相当有这个难度 所以今集会跟大家介绍一个相当出色的 白豆沙窩粥茶餐厅 让大家知道一碗沙窩粥怎样才会煮得好吃 事不宴迟 首先请来今集的两位嘉宾 就是白豆沙窩粥茶餐厅的老板Michael 还有总厨姬哥 两位好 Michael 其实我知道你除了是 白豆沙窩粥茶餐厅的老板之外 你还是这个大厨来的 一开始为什么你会去搞这间茶餐厅呢 搞这间茶餐厅的目的就是 想多些人认同沙窩粥是好吃的 我本身就在挪威经营过不同的酒家 或者是泰国餐 同时经营了五间的了 是 回来回来香港就有很多朋友都很支持 是 想我试一下搞这些东西 那在两个月前就开始了 名叫白豆 我听到你刚才都说在挪威方面 已经搞不同的餐厅有泰国菜 甚至乎是不同的菜式 但是来到香港 为什么又会特意选择这个沙窩粥呢 是因为你自己特别喜欢吃这个粥 还是有另外一些原因的 没错 是我特别喜欢吃沙窩粥 哦 所以就自己去鑽研了 那白豆沙窩粥茶餐厅前面 白豆这两个字有没有说有些特别的意思呢 也有的 我们本身有八个股东 古人也有说正豆 好识的东西才叫做正豆 很顺忌自然的改了白豆这个名字 但我不敢说我们才股白豆 哈哈 都一样的 除了听了我们白豆为什么会有这个意思之外 我看到其实你们在这个餐厅的logo上面 都会有个盾牌在这里 其实是不是有些挪威的元素在这个餐厅里面呢 挪威的元素在餐厅里面 菜式就没有 但是在管理方面就有 哦 即是取巧了 也有挪威那边 他们自己的文化或者特色 在香港散发出来的 那我们事不宜迟介绍一下 今天你们准备的菜式先 首先第一样当然就是介绍你们的 鎮店之寶这个沙窩粥 其实沙窩粥有没有说是怎样做呢 才会特别好吃的 沙窩粥当然要选最新鲜的材料 我们会主张是海鲜 是 虾和蟹是最好吃的 那一个的沙窩粥是虾和蟹 都会在里面会有 还是虾的沙窩粥是一样的 虾的沙窩粥又是另外一样的 是两件事来的 但是虾和蟹我们混在一起 那味道的鲜味是最香最甜的 其实和一般我们在市面上 会吃到的沙窩粥 你们又有什么不同的分别在这里 分别大多数的 在香港我不说了 因为在来地我就知道 很多制作的地方会加添加剂 那我们的沙窩粥就一定没有添加剂 是 而鲜为主 而甜为主 其实如果我们吃到一些 真的加添加剂的沙窩粥了 有没有说我们自己吃 就会感觉到它是有添加剂在这里 会的 是 我们可以找到它 怎样会看得出它有添加剂 例如我们有三个部分可以找到 好 第一个部分可以找到它颜色 是 虾和蟹本身是呈红色的 是 没错 但是粥就不会呈红色的 嗯 假若它落了添加剂 那连粥也会是红色的 是 所以第一个我们可以找到的线索 就是颜色方面着手 就是如果它越漂亮 连粥的底部都是红色 就会加添加剂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我们应该怎样找到 第二个当然是鲜味 那味道来计 假药它吃出来的效果是很浓烈 很香味的 是 那当然它真的加添加剂了 因为分外我们会知道 始终新鲜的材料做到 你都不会说味道是很浓郁 真的很香 始终压外再添加了才会有这一种效果 那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吗 第三个是鲜味 真是吃下去了 是 吃下去是怎样的呢 那鲜味方面 我们这些沙锅粥以海鲜为主 它最多是鲜和甜 是 不会说吃到其他肥腌 或者很浓烈的甜味 我们是没有的 假药加添加剂 当然它吃下去 好像很想再吃第二口 那种特别加了一些不同的东西 它是类似加了添加剂 是令到我们的食肉 真的会觉得那一口好像很好吃 就会想继续吃多一口 甚至乎可能会突然之间 又想起一定要去吃 反而我们吃得出鲜味新鲜 不是太浓郁淡淡 但是很清新的感觉 才是真正的 即是没有添加的 那在制作过程之中呢 制作过程之中是怎样的 不如基哥回答一下 怎样提醒的 这个粥就不同一般市面的粥 外面吃到的粥 通常都是煮好粥底 是 我们这个沙锅粥就是即时煮 所以时就25分钟 是 25分钟 是的 没有预先把粥底煮好 反而是 真的客人要点这个彩色的时候 才会立即煮这个粥 平时我吃的粥 我会发现它们都不会看到一粒粒米 它们已经会绵了 或者是将它们融入了一起 但是潮州粥相信大家都知道 而且看到它是米和水分开 其实它们的分别是在哪里 分别就是时间 一般我们吃的粥煮的时间是长一点 就是煮到米会绵一点 而沙锅粥就一粒粒米 就可以清晰看到 是 就是掌握时间那方面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会清楚知道 这种潮州粥的就是米和水分开的 而我们平时吃开的粥 它们就已经融入在一起 因为煮得久一点 那海鲜方面呢 刚才就说我们是很重要的 因为选择一些新鲜的海鲜 但其实会不会有些客人 他会自己说 我在外面自己买一些海鲜 带来你们才去煮沙锅粥的 也有部份海鲜是这样做的 那我们也会接纳他们 拿一些材料进来我们帮它煮的 嗯 那我们介绍完这个沙锅粥之后 就到下一位了 下一位这个就是七十年代的 羊洲炒饭 那听名字也会觉得 为什么特别是七十年代呢 它有什么故事在这里 其实是这样的 我本身都是厨师 是的 我是七十年代入行的 即是七三年 当时的炒饭和现在是很不同的 嗯 那我想做一只炒饭是以前有的 嗯 那这个水准呢 是 听Michael你这么说 其实我也会留意到 就是可能我听一些朋友 甚至乎可能爹地妈妈 他们会说 吃开炒饭的时候 他们常常都会提的就是 都不同以前那种感觉了 以前的炒饭好吃点 他们现在好像找不回 其实原因是在哪里呢 究竟是因为他们 那种感觉是来自自己那种 可能小时候吃的那种回忆 还是它真的材料方面 或者是煮法已经不同了 材料和煮法都有不同 在以前我们入行的时候 做法我们一般都会拿真正的大虾 去取代现在的炒饭压制 还有叉烧粒 菜心粒的材料去炒 那现时的炒饭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了 大部分都是用青豆粒 是 还有水分油都比较多 我们70年代的时候没有的 油都会少一点 所以就是配菜方面 配料方面已经有不同了 吃下去的口感呢 其实以你自己来说 以前吃的炒饭和现在的炒饭 味道上有什么分别 味道分别不是很大 但吃下去的口感真的差很远 例如刚才我说的大虾粒 和现在的炒饭虾粒是完全不同的 锅气方面是否都会不同 锅气呢 以前我们是用油渣炒 现在用煤气炒 我相信基本上差不多 我们知道70年代的阳洲炒饭 为什么会这么有意思 就是因为将以前的炒饭 带回现代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种 这种菜式有什么名堂 名堂叫做龙仔梅菜肉碎蒸菜芯 我听过名字又会觉得有点特别 我们平时吃菜芯就是菜芯 但这次用了龙仔 又用这个梅菜去蒸 那它的做法是怎样 或者它的特色是在哪 它的特色是比较清淡 还有没有油 最主要的做法就是 我们先将菜芯炒了 然后炒了梅菜和肉碎 大家都知道梅菜是有点咸 和有点甜甜的混合在一起 加些肉碎的口感吃下去会好一点 我就试一下这样做法 觉得挺好 那就推荐给大家 是 感觉就不太刷 因为我们就这样吃菜芯 可能会觉得太淡了 然后刷了一点 加上梅菜肉碎 下去又有特别的口感 其实为什么会选菜芯呢 其实菜也会有很多不同种类 你特别选菜芯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我和阿基哥都试过 很多菜的纤维和菜芯是不同的 菜芯我们一般咬下去就可以一开二 在口里面 就是容易咀嚼 是 其他菜 例如娃娃菜 其他菜芯的纤维比较厚 咬下去可能咬不断 那就比较辛苦吃下去 吃的时候会有点难度 所以为了一来它的味道方面配搭 已经做过一些搜查或试过了 二来就是顾虑到客人那方面 如果吃下去咬到口感 或者很难咬 其实自己又会觉得好像很辛苦 为什么吃菜也要这么辛苦呢 为了方便大家就挑选菜芯 来做这个菜式 我们听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了 三款这么有特色的美食 时间也差不多 当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再谈 还有玄学宗教 宠物护理 名人专访 啟发你的思维 扩阔你的视野 一个真正享受优质生活的频道 由Aplus开创 传统培育智慧 现代护理调养 专业培育员陪你坐月子 爱宝宝 爱惜你的伸子 好月子培育 令宝宝健康 令妈妈妈无忧 月子坐得好 一世没烦恼 没烦恼 没烦恼 用了多乐士加利安环保漆了吗 美国制造绝无VOC 甲醇和其他有害物质 符合美国专业环保认证 全家健康又安心 現在多樂士還有全新推出的環保健康系列 抗菌抗甲醛保護更全面 想知多些,上多樂士網頁看看吧 現時與你同步向前 意念創新,設計集術 現時創造,打造窩心家具 優質訂造沙發,舒適,美觀 融入家居設計,更添時尚氣派 天職窗息,有限公司 網羅神州各式名菜 進修南北地道風味 大中華美食至尊 樂陶陶飯店 優質生活台 現在除了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外 還在上我們的網站 www.aplus510.com.hk 就是收看我們所有的節目 現在採用右身,右免隊的方法 就是用你的iPhone或iPad 下載我們的Apps 就是隨時隨地收看我們的節目 只要在你們的iPhone或iPad上 進入App Store畫面 在搜尋功能中輸入A Plus 之後按確認 會搜尋到A Plus的Local 這個時候 按入A Plus的Local 畫面就會進入下載A Plus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 Plus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3 3就會轉成Install 按按按鈕 畫面就會顯示需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回到主畫面 A Plus的Local下面就會顯示正在安裝 只需10秒 你就成功下載啦 你可以立即用A Plus App 重溫優質生活台的節目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我們精彩的節目啦 還有啊 留意我們A Plus最新消息 著數隨時任你拿 還不快點拿你部機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啦 全新電視頻道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鬥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 Plus開創 哈囉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吃得開心 繼續有我Ratina 還有我們今集的兩位嘉賓 就是八豆沙鍋粥茶餐廳的老闆Michael 還有總廚基哥 上一節我們就介紹了三樣特色的採飾給大家 接下來我看到中間這裡應該是咕嚕肉 但你們的名堂就叫做冰鎮咕嚕肉 其實它有甚麼特別在這裡 為何要用冰鎮這個原理呢 冰鎮的原理是冷縮如脹 簡單來說 是 肉質放在冰上當然是縮的 縮縮的 你便已經硬硬吃到口感 那做法方面 做法方面其實跟一般的咕嚕肉 做法又有沒有分別在這裡 這個分別就不大 那些醬汁就大甜一點 是 但做的時候 其實它的咕嚕肉 除了肉之外 醬汁方面是很重要的 因為稍為偏差 可能太酸的話 其實已經影響了它本身的味道 在做法方面其實怎樣做呢 調好我們先調好醬汁 再煮咕嚕肉 就偏甜一點 或者補充 傳統方面做咕嚕肉是用梅肉來做的 我們是用豬頸肉來做的 是 吃起來有些不同 那如果我們真的點了這個菜式 想到你了 我們真的開始吃的時候 其實吃法方面 會不會有些不同的吃法呢 會的 我們會推薦客人由底吃起 我們會由面子吃下去 是 為甚麼呢 因為底部已經接觸了冰層 所以我們首先要把 它接觸冰層那方面的咕嚕肉 先吃了 然後把面子那一層 它們就會自動去接觸冰層 令它的口感更出色 接下來到旁邊的一個 旁邊的一個就是粉絲鍋 它的名堂是甚麼呢 叫XO醬乾拌粉絲鍋 我們一般吃的粉絲鍋 通常它都是蚊子 但是這個乾拌粉絲鍋 我自己就沒試過 其實是你們自創出來 或是市面上都會有的 我和GIGO去試過 一般我們就想吃一些 比較沒那麼濕的粉絲 口味就做了這個菜式出來 那在做法方面呢 做法方面其實是怎樣做的 首先我們就把粉絲 加一點 先加一些調味 先餵它 然後再爆了一些肉碎 加上XO醬調好味 然後炒至乾身 其實每一個步驟 是不是都要跟著這個次序去做 稍為一調轉 可能我把XO醬又淺落了 那它的味道已經是不同了 都會有這樣的可能 我發現我看上去 其實這個粉絲 它都挺大碟下的 會不會說我們不叫一些飯吃 直接當它是飯 這樣已經可以了 會的 其實就是Michael你平時都一定是這樣 因為我看到我們剛才聊的時候 其實你都很喜歡吃這一味的菜式 我們直接可以把它當成飯 這樣已經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介紹這個 是甚麼來選這個 鮮鮑魚燜新鮮雞煲 其實我也聽到你說 是提醒了新鮮鮑魚 那為何一定要選這個新鮮鮑魚呢 鮮的味道當然大家都喜歡的 我們嘗試把鮮鮑魚帶一隻雞來燜 味道是怎樣呢 其實可以這樣說 乾鮑魚一定比鮮鮑魚好吃 為甚麼 而且價錢都會比較貴 但是不是反而 因為我們都想要一些鮮味著重 那麼新鮮的鮑魚 不是應該正常我們的理解 還要是貴一點點嗎 對的 鮮味一定比鮮鮑魚重 但是鮮鮑魚的味道 可能會比新鮮鮑魚更好 因為鮮鮑魚 鮮鮑魚有名叫唐心鮑魚 食法當然是不同的 我們就嘗試用新鮮鮑魚 去和新鮮的雞煮在一起 會不會變得像 鮮鮑魚和新鮮雞的做法 的味道是一樣的 當然距離還是有的 但是我們都嘗試到的差不多了 是 即是研究它 始終它們是有分別的東西 但是慢慢配合其他東西 令它可能會做出同樣的效果 除了鮮鮑魚之外 重點就是雞那方面 這個會否在來源 會選擇哪一道地方的雞 我聽機局說好像是青圓雞 是 為何會選擇這個青圓雞 它的雞身比較適中 不會太肥又不會太瘦 它的脂肪層也適中 而且肉質就很硬 比一般時面的雞 例如三黃雞來比 就鮮硬很多 就是鮮硬一點 會否有分大約兩重 雞一般都是三斤半至四斤左右 即是大約這個重量是最適中 而它做出來的菜式 肉質比較有鮮硬 或者厚感方面是特別一點 對 那做法呢 做法方面是怎樣的 當然是洗淨鮑魚 是 你可以看到鮑魚是割花的 對 我也看到 即是為何要割花去呢 割花來燜鮑魚 就容易入味一點 本身鮑魚基本上沒有什麼味道 即是如果我們自己在家 打算嘗試做一些菜式 剛好用到鮑魚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學你一樣 鮑魚在葉製的過程 或者做一種菜式 它就會更加入味 或者咬下去 就不會太硬了 那之後呢 之後又是怎樣 就把雞和薑蔥爆香 就炆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炆大概要炆多久呢 三分鐘左右 雞都會熟了 其實很快已經完成這個菜式了 那鮑魚方面它本身自己已經是 即是它也是三分鐘就會熟了 對 由於它割花關係 就會快熟 原來是這麼快熟的 因為我們平時吃鮑魚 就以為它這麼硬的話 要等它熟 好像要用很多時間 其實就三分鐘已經足夠了 那我們介紹完這個菜式了 加上一節我們又介紹了這麼多菜式 那頸殼了 想喝一下東西 Michael 你有沒有好介紹 有啊 我們茶餐廳裡有一杯 叫做六四鴛鴦 嗯 市面上一般人喝的鴛鴦 大部分都是五對五 哦 即是奶茶和咖啡 就是50%和50% 沒錯 而你們就是60%和40% 沒錯 那是不是就是我新婆這一杯呢 沒錯 那我也要先試一下 那部分客人都會問 為什麼你要改名字 改六四 是不是跟六四有關呢 我說不是 我只是一個咖啡的份量而已 嗯 我發現平時我很怕 除了自己在家裡沖一些咖啡之外 有時候會很怕在市面喝一些咖啡 因為我會比較起來 有一點太酸的味道出現 我會覺得 不太好喝 可能 但是我喝到這個呢 其實 因為它的好處 是否譬如有些人覺得 咖啡太苦了 或者太濃的時候 那中和奶茶的話 它又會將味道淡化了 所以就更加容易入口的意思 可以這樣說 但是我個人認為 喝東西也有點貪心 我又想喝奶茶 又想喝咖啡 混在一起 當然是最好喝的 對 始終 如果我一個人押兩杯飲品的話 又會覺得好像過份多 對 但是又要滿足自己 有一點小貪心那方面 所以就要將他們兩樣東西 融在一起 就可以叫這杯鴛鴦來試一下 對 對 Michael說剛才一開始 我也聽到 其實你除了在香港開這個餐廳之外 之前都在挪威開過很多不同的餐廳 其實五間這麼多 究竟是什麼菜式來的 我自己同時間經營了 有日本餐 中餐 泰餐 蒙古餐和快餐 是 除此之外還有電腦公司 那當然 在飲食方面 不單止只要吃 很多配備都需要有 那你經營過這麼多間餐廳 其實加上現在這一間 你有沒有說哪一間是最難忘 或者最多不同的東西可以分享 甚至乎你自己最喜歡哪一間 餐廳我最喜歡的是一間 叫香港樓餐廳 它的面積很大 所有的食物都幾乎有 世界各地的食物都有 但是最難忘的 當然是現在經營這一間餐廳 因為裡面的辛酸 很多東西我估計不到的 都是叫做學習 例如有些什麼事 真的這麼辛酸可以分享一下 香港的法例和我們挪威的法例不同 很多東西我都要重新學習 因為我離開香港也有二十多年了 是 回頭也想試一試 但實際上真的有些困難的很多東西 我已經脫節了 始終很多東西都不同的話 就好像要自己再重新一步去學習 再用不同的方式 就會對自己也是一種挑戰 是的 我們今天也很開心 聽了兩位嘉賓介紹了 這麼多特色的美食給我們 首先很感謝兩位 謝謝 謝謝 如果觀眾想知道更多 關於我們今集說的資訊 就可以致電24429001 今集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一起跟觀眾說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觀眾想重溫我們今集的節目內容 就可以到以下網址 www.apris510.com.hk 又或者是有智能手機的觀眾 也可以到App Store 下載Aplus 這樣就可以隨時隨地 都看回我們的精彩節目 就可以了 優質生活台 現在除了在電視上看到我們的節目之外 還在上我們的網站 www.apris510.com.hk 這樣就可以收看我們所有的節目 現在還有一種右身 由免費的方法 就用你的iPhone或者iPad 下載我們的Apps 那就隨時隨地收看我們的節目 只要在你的iPhone或者iPad上 進入App Store畫面 在搜尋功能裡面 輸入Aplus 之後按確認 會搜尋到Aplus的Local 這個時候 按入Aplus的Local 畫面就會進入下載Aplus的版面 你會見到有關Aplus的簡介 只要輕輕一按Free Free就會轉成Install 按入Install按鈕 畫面就會顯示 需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 確認之後 會回到主畫面 Aplus的Local下面就會顯示 正在安裝 只需10秒鐘 你就成功下載了 你可以立即用Aplus App 重溫優質生活台的節目 就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我們精彩的節目 還有 留意我們Aplus最新消息 著數隨時任你拿 還不快拿你的手機出來下載 千萬不要錯過 全新電視頻道 Aplus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 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事相潮流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plus開創